那我先谈回教党会比较容易 因为也比较容易跟东海岸的回教党做比较 那马六甲的回教党的情况也比较特殊 什么特殊呢 就是在上一届大选 回教党基本上就竞选完所有的席位 可是没有允许任何的席位 这个是回教党在马六甲州的势力 当然这个也是阿玛娜成立 或者是从回教党这边分出来过后的 这个面对到的这个局面 所以在马六甲其实势力是 我们可以说是没有发挥很大的这个作用 当然土团党的作为一个最 就是相较于成立党比较年轻 或者是比较新的党 而且它也是从武统分裂出来的 那么土团党在过去呢 就是在上一届大选 它的这个票源我们都可以看到 都是把武统的一些票分裂出来 然后就是拉给这个希望联盟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马六甲州的情况 其实我们看28个席位里面 真正我们讲说马来人多数的席位 多数席位就是60%以上的其实很多 总共有19个 19个 马来人席位少过40%的有4个 那这4个都是由行动党允许啦 那么40%到60%的总共有5个 那5个都有我们希望联盟赢得啦 就是包括公正党赢得的这个 Majab 还有这个土团党赢得的这个 那么其他的60%以上多数 马来人席位的这个区 在这个19个席位里面呢 有5个是我们希望联盟赢取的 包括前首席部长 德利的区 所以19个60% 马来人选票以上的区 有5个是我们赢取的 那这5个呢就非常的关键 那其他的呢都是都是武统赢得啦 所以我们看到就是在这样的一个 我们看到现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呢 比较令人担心就是在60% 多数马来人选区的这19个席位里面 我们要继续捍卫这5个席位 就是当中呢有这个阿曼娜赢得的两个席位 然后一个是布萨图赢得的席位 还有这个公正党赢得席位 跟行动党赢得席位都有 都有60%以上的 所以因为我们看到就是这个 其他的席位其实都是由武统赢得 所以你说在下一届大选的话 武统跟这个图团党跟回教党会不会合作 我想没有任何一个党会把自己赢得的席位 让出去啦 除非你讲说这个武统愿意跟回教党 在行动党的区合作 就让回教党去打行动党的区 这个是不可能的 所以这样的我们讲说 如果他们是在自己的基本盘的话 所谓的合作 就是只有他赢完 没有得好分的这个这样的局面 因为现在回教党 这个武统是已经赢完这些席位了的 所以他不可能会分给回教党 那么他会不会跟这个图团党结商 来分掉一些我们竞选的席位 这个也一些席位是他们有竞选的 所以可能也要看当地的这个反应是怎样 因为也难免会有些扯后腿的情况 比如说好像仁比尔 仁比尔是我们以前公政党的这个 这个公政党的双议员赢得的 那么他现在已经退出来 又加入不同 所以会不会 和这个仁比尔要争取这个席位 那么也是 也是看回当地的那个草根的那个反应是怎样 60%以下的马来选区呢 就是9个席位啦 我们讲说9个席位我们是有信心啦 那么接下来就是另外5个 就是刚刚讲19个60%的马来席位 60%马来选区多受的5个席位 就是我们要怎么样去争取支持的这个挑战 我想是有这个机会啦 因为我们看到现在马来人的这个怎么说呢 就是他们的对现有现任政府的那个态度 其实是非常的失望 是非常的失望 然后经历了509的这个变天 那么他们也能够感受到 我们在短短22个月内 我们在政策上 在制度上 在整个行政透明啊 开放啊 包括我们前首席部长 每一个月都都 其实每一个星期 他有这个会见选民日 那么每一个月都有做一场大型的会见选民日 就是他进到每一个州议席 州选区去做一个会见选民日 是不需要 预约都可以来的 那么把所有的政府部门都 摆在前面 然后关这些 我讲说这些民众来到有什么问题 都可以去这些部门 那我们也可以直接得到民众的这些回应 而发现到底我们的行政啊 或者是我们的运作上到底出现什么问题 可能是人为还是极致性的问题都有麻烦 都能够马上处理 所以人民能够感受到我们当时所带来的 就是这种文化 这个政治文化 则是行政文化上的一些改变 反观现在 当然我们可以讲说是 跟我们那个时候不一样 是因为现在有疫情的这个情况 就是不代表说你能够松懈下来 所以现在这情况我们看到就是 回到老文化老制度 所谓老文化老制度就是我们 就是在资源分配上还是以党为主 或者是以自己的党员为主 并没有照顾更大的这个 这个我们讲说这个社群 这些还是一样 跟以前的这个一样的情况发生 所以马来群众那边 加上现在的这个经济的问题 工作停止的问题 事业的问题 这个是整个全国的这种 我们讲说感觉或者是感受 是很真的 所以这个是我想 马亚甲州政府本身也不能够 完全去处理或者解决 因为这个也是关系到中央 政府的这个应对的这个能力 我们下期再见